老哥蒙好,天王炖蘑菇,我是Z師傅 闲话不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部ADN004 跟丈夫大牛的小日子过得挺滋润的 然而,这天,他在清洗衣物时 却发现大牛的衬衫上有个口红印 难道这个渣男搞外遇了? 抱着这样的疑问,小贾索性开门见山 直接拷问大牛 后者辩解,可能是挤地铁时不小心沾到别人的 虽然非著名语言学家沃霞策德说过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但小贾念在夫妻一场 还是姑且相信了大牛的说辞 有道是,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旦夕祸福 这天,小贾买菜归来 却发现家门口有两个小卡拉咪在蹲守 原来,这俩是警察 由于大牛涉嫌性骚扰,已被拘捕 他俩这是前来通知家属 这晴天霹雳立马给小贾整不会了 连忙向警察求教 他该怎么办才好 警察建议,无论选择和解,还是打官司 最好还是先找个律师 而且,拘留时间是48小时 之后他们就会交由地方检察厅处理 所以,小贾乌必要抓紧时间 警察走后,心乱如麻的小贾 抱着有早没早打一杆子的想法 准备上网发帖,向万能的网友求助 门铃声响了起来 小贾打开房门,来人自称老卓,是个律师 这不正是想睡觉就来了枕头,想睡觉就来了拼头 小贾连忙将老卓请进屋里,向他说明了大牛的情况 其实,他对大牛衬衫上的口红印,还是耿耿于怀 认为他真有可能犯罪 老卓道,并不这么认为 因为现在很多碰瓷女,会故意污蔑人家性骚扰 就是为了敲竹杠 所要和解费,少则50万,多则上百万 然后还有律师的车马费20万,调停费30万 这么算下来,每个几亿欢乐斗,根本打不住 这下可给小贾犯了难 虽然住着独栋大别野,可大牛的工资也就够交房贷而已 他又哪来几个亿的余钱 这么一个天文数字,无疑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别看小贾又白又甜,他可不傻 送别老卓后,小贾连忙上网查询 这不看是不知道,一看是吓一跳 老卓说的天价,竟然都是真的 查呀查,查呀查,心里焦脆的小贾 竟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这一睡,就睡到了第二天上午 老卓的门铃声才惊醒了小贾 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小贾也就不装了 摊牌了,把经济困难说出来了 老卓倒是善解人意 告诉小贾,没钱的话,可以用身体底充律师费 没想到啊,没想到,这贼没鼠眼的猪头 竟然也是个衣冠禽兽 贞洁恋女的小贾,怎么可能答应这种荒谬的条件 却被老卓推倒在沙发上 之后就是同学们都不感兴趣的动作场面 我们直接跳过 既担心丈夫的安危,又羞愧自己的尸身 小贾是彻夜难眠,天没亮就爬了起来 在客厅等大牛回家 等等等等,结果等来的并不是大牛,而是老卓 老卓告诉小贾,受害人同意和解 但是费用要翻翻 不过,他身为律师多年,也是小有积蓄 可以替小贾出这笔钱 那时那时,你一哆嗦就是几个亿 当然,条件还是跟昨天一样 为了丈夫,也为了自己 小贾半推半就的,又一次接受了老卓的条件 好吧,不是又一次 而是又两次,又三次,无数次 常言道,付出总有回报 回报就是打炮 这天,大牛总算是获释回家了 小贾寻思,自己这些天的牺牲 总算是没有白费 然而,小贾跟大牛沟通后才知道 性骚扰纯粹就是误会 所谓的受害人是主动撤诉 整个拘押期间,大牛压根就没见过半条律师矛 这下可给小贾整猛逼了 难道那个老卓不是律师 自己是被他白嫖了 转天,趁着大牛复工 老卓又来找到小贾 这条毛道也实陈,直接表明身份 他确实不是律师 然后便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事发当天,老卓就在大牛身边 还发现有扒手偷走了大牛的钱包 扒手拿走欢乐斗后,就把钱包扔到了草丛里 被跟踪的老卓捡了起来 老卓从钱包里的驾照上知道了大牛的住址 就找了过来,本来是想骗财的 结果发现小贾竟然这么漂亮 所以就该煮一片色了 没想到啊,没想到 这嘴眉鼠眼的猪头竟然真的不是律师 而是骗子 连一官禽兽都算不上 纯纯的禽兽不如 小贾虽然满怀愤恨 却连一句妈卖批都骂不出来 这天早上,小贾像往常一样送别上班的大牛 还特别提醒他保管好钱包 显然,他是不想再被骗炮了 然而,大牛前脚刚走 老卓后脚就蹿了过来 小贾与老卓对视了一眼 无需任何话语 他便心照不宣地打开房门 将他领进家里 只留下小贾的一句话外音 总体来说 本片的情节虽然略显简单 但还是相当精彩的 女主为了拯救丈夫 失身给了假冒律师的男主 在得知她的骗子身份后 不但没有与之决裂 反而继续沉迷 这其中 有两个关键因素 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是男配衬衣上的口红印 因为这个 才让女主对男配产生信任危机 误以为她真有性骚扰的罪行 最终才会轻信男主 这也是造成女主沦陷的引子 另一个 则是男配丢失的钱包 男主正是因为捡到钱包 才得知女主的住址 进而有了整个故事的展开 对于这个推动剧情的关键性道具 前期有铺垫 后期有回收 结局有照应 所以当男主自曝身份时的反转 虽在意料之外 却在情理之中 这样的设计 确实非常巧妙 请给编剧大大加鸡腿 这正是 喂救老公 人妻被冲 明知受骗 乐在其中 订阅C师傅 开车不迷路